那还看到萝卜就想给他套上丝袜 只因为他是个变态肉腿控 但你觉得想不到 这样的变态 竟然干到了勇者 还拿了勇者的后宫 男主是个地道的农民 有个大欧派的青梅竹马 时常教训着脱卡 尤娜让男主多个勇者学学 早在三年前 勇者封印了地狱之门 帮指恶魔入侵 但在后来的某一天 地狱之门再次打开 所以勇者又开始四处奔走 就在这时 恶魔攻入他们的村庄 还盯上了勇娜 男主想的不是冲上前拯救他 而是烤起了猪肉 妄图吸引恶魔 使得恶魔压根不感兴趣 关键时刻 勇者登场 拯救了勇娜 勇娜当即邀请勇者去家里坐坐 看着自己的女生被勾引走了 男主怎么能忍 下一秒 勇者就被诅咒了 由于肚子太饿的他 被男主烤得肉吸引 直接落入给勇魔准备的陷阱当中 当场隔屁 若此而起的死法 震惊了在场所有人 那么该怎么办呢 当然是埋了 毕竟闹大了整个村子都遭殃 本以为是天衣无缝的计划 但在说后 有着一个女孩目睹这一切 隔天 奇怪的事发生了 男主一觉醒来 竟变成了勇者模样 他瞧响尤娜房门 看见自己的偶像 勇娜很情默默地看着他 男主当即利用勇者的身份 拜托勇娜穿起的比基尼 被勇娜受不了 直接一棒子打了过去 男主的眼珠子 竟然诡异掉落 这还是人吗 勇娜当即把男主当作怪物 好在男主及时说出 勇娜的黑历史 自然又免不了一顿胖作 男主猜测是自己种了某种魔法 突然 远处传来扣链的声音 对方说男主种的 这是她的失数 而人顺着声音来到田里 只见一个小萝莉 以奇怪的姿势 学服着 男主问他为什么 把自己变成勇者 这并不是重点 重点是能不能先救救自己呀 小萝莉本来是想在树上 看看男主喜欢会有什么反应 没想到男主 预判了他 竟然提前设下了陷阱 男主让萝莉 赶紧把他变回去 但萝莉拒绝了 男主需要以用这个身份 来拯救世界 这是自己跟勇者 此前的约定 尤娜立马来了兴致 男主本想拒绝 可小萝莉掏出了道具 男主的肉体 就被封印在里面 如果破坏的话 男主就直接跟这个世界 说再见了 竟然来这一招 于是 三人来到都市 男主满脸不开心 可当有粉丝上来要签名时 他的态度 立马180度大转变 随后 男主还用勇者的身份 白嫖了魔法杖 以及吹上免费大餐 这一切只是因为 男主一心十分平衷 男主质问萝莉 三年前没拿到国王的奖金吗 萝莉解释到 他的施数是尽数 所以不能曝光身份 为了解决钱的问题 他们当即前往 冒险者公会接任务 之后传来妙龄少女的声音 他们也是勇者的粉丝 甚至提出一起洗澡的要求 不过听说最近冒牌货多 所以他们将来曾遇到的勇者的保镖 保镖说 他们当初有着约定 那就是要人再次见面就要交手 就算死了也不可以有怨言 这下肯定会嘎吧 本集下来后 男主心想 自己好歹也是勇者 肯定也继承了他的能力 他玩出圣剑 用灵活的身体 夺过攻击 随后一刀劈向保镖 万万没想到 圣剑竟然歪了 如此弱的男主 并保镖认为 面前之人是个冒牌货 另一边 二人来到冒险者 工会接任务 一个男人突然走来 男人名为凯尔 是勇者以前的伙伴 虽说是伙伴 但罗莉并不待见他 凯尔是听说 勇者的踪迹才跟过来的 事到罗莉直接将 勇者的真实身份告诉他 此时男主已经密写一线 被群众绑着身套 他们根本不相信 男主勇者的身份 好在凯尔他们赶了过来 并让男主巨大化圣剑 惊住所有人 下一秒 瞬间又弯了 勇纳连忙拿出 工会任务 只要打败最多乐魔 不就可以证明 他是勇者了吗 平民们都同意了这个方案 回去后 男主质问罗莉 为何自己拿劲就弯 身体还频频烂掉 罗莉拿出魔金时 让男主测试魔力 发现是男主的魔力太弱 才导致一切的发生 就连勇纳都比他强 凯尔当即提出 勇者的身份 就由自己来当的 男主和勇纳都很是赞同 我有罗莉拒绝 毕竟击败勇者的人 和被勇者击败的人 显然他更愿意相信 击败勇者之人 凯尔当即拿劲指着男主 也就是说如果干掉他 自己就会被认可了 第二种方案 就夺下罗莉的道具 毁灭男主的肉体 罗莉静静看着 过了一会儿 凯尔将劲收了起来 并表示只是开个玩笑 明天他会代替男主战斗的 凯尔的形象 一下子就高大了起来 可男主却怒不可遏 罗莉竟然不救他 于是他采取了措施 实验偷偷来到罗莉柜房 准备拿走肉体 可还是败倒在石头裙下 一旁由娜的美腿 深深吸引了他 他果断放弃 穿上丝袜 好家伙 这时都忘了 这时 门外传来声音 凯尔竟然也悄悄潜入 难道说 他是个罗莉扣吗 窗外的男主 静静看着一切 凯尔拿起道具 果断刺了下去 他竟然真的想杀了男主 好在罗莉有提前射下防御魔法 凯尔连忙撤退 吵闹声激起了二人 一旁的尤拿表示 这件事先放一旁 先找男主算个账 男主被旁做成了猪头 不过他并没有将凯尔杀害他的事情 告诉二人 而是装作不知情 继续和男主谈笑风生 这一刻 男主下定决心 一定不能跟他独处 还得让罗莉时刻保护自己 他们来到恶魔的巢穴 一个箭矢正要脱离队伍 这种情况肯定是最早领合犯 凯尔特还说他也是个文明的高手 但下一秒就被解决了 恶魔的速度极其的快 一下子就吓跑了众多冒险者 虽然男主也一起逃跑 恶魔瞬间贯穿男主心脏 好在男主身体早就不是普通身体 幸运的是 男主发现了恶魔的技巧 利用上方的魔法进行高速移动 这下凯尔就能击败他了 恶魔的体内有着魔镜石 上面印着皱纹 只要念出皱纹就可以守魔法了 魔法的强度根据魔力而定 但恶魔不止一只 而是有着一群 男主果断朝着巢穴而去 外面聚集那么多恶魔 就恰巧说明巢穴里面空无一人 结果嘛 洛力不慌不忙 使出魔法控制石骨 石骨们一用而上 然后就被打成了渣渣 这只是因为还没加持 再附上肉体强化魔法就搞定了 石骨们有了一战之力 一口老痰突然拖向男主 男主瞬间只剩石骨 最后又攻向尤娜 本以为尤娜会隔屁 但尤娜竟然只是暴音 没想到还是个有品味的恶魔 这种美景 男主怎么能错过 连忙追了上去 他说自己有衣服给尤娜穿 这种情况当然是给他穿上泳装了 事后的恶魔追了上来 男主将剑变为鞭 这是他开发的新技能 能将剑变成任何形态 不过还是软啪啪的 男主用圣剑绑着恶魔 最后脱离手 圣剑离开他就会变异 成功束缚了恶魔 恶魔在一旁说道 如此内行 让男主正经不已 他让尤娜赶紧住手 这简直就是自己的同伴呀 尤娜直接连人和恶魔一起打 可就在这时 凯尔也出现了 他将尤娜打晕 我摊牌了 不装了 男主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在凯尔心里 自己一直是完美的存在 直到勇者出现后 他的世界彻底崩塌 所以即便是成为勇者伙伴 这些年 他也一直在暗杀勇者 虽然都已失败告终 可想要取代勇者的心 从未停下 关键时刻 尤娜醒了过来 一个飞蹄 踹飞凯尔 随后又是恶魔的魔法 成功让他报医 罗里消灭了半数恶魔 及时赶来 凯尔本不想伤害罗里的 但如今无所谓了 反正罗里也不是人 他的心脏也是魔晶石 男主再次使出逃跑战术 凯尔并不打算放过他们 男主利用神剑 变换出墙骗过了凯尔 可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罗里将自己的过往告诉众人 他是在远古时代 被封印在门的 另一段人们的子孙 三年前 离开地狱的他们 遭人类迫害 唯有勇者收留了他 如今男主成了勇者 可以随意处置他 但男主不打算这么做 说不定罗里以后 也会有没腿 所以他必须见证一切 况且男主也想到了 对策对付凯尔了 凯尔看到了远处的三人 立马知道是陷阱 瞬间解决上方的恶魔 朝着三人步步紧逼 但男主是个陷阱大魔王 早就让圣剑巨大化 只要轻轻一碰 圣剑当即软化 凯尔就这样坠入海中 虽然打败了恶魔 可钱不够还债 于是他们决定前往王都 找国王要 在这之后的第十天 男主成功退化成白骨 被以为能美美偷看洗澡 最终还是被埋了 在尤娜看来 成了白骨的他 已经没了任何吸引力 虽然无感人在 可这样怎么去见公王 男主提出 自己先回本来身体 然后再让罗里进来不就好了 罗里言辞拒绝 因为使用该魔法 可能另当神变成精神病 这时罗里手中的野菜 吸引了他的注意 他用果实做了个面具 看起来很假 但还是骗过了国王 他如实说自己缺钱 可国王却说他在收效 三年前就是他不讨要任何奖赏 是不扯不扣的英雄 国王让他说出真是来意 男主一紧张 按时把张都乱花了 国王一看去小表情 难道是来娶公主的吗 男主刚想说不是 国王就散发可怕的气势 难道说是来找我切磋的吗 侍卫带着他来到公主房间 男主认为公主长得极丑 不然怎么勇者会不娶呢 但并非如此 公主其实十分漂亮 男主的装全花了 吓到了公主 男主连忙解释自己中了诅咒 公主既然相信了 公主一心想嫁男主 春春的恋爱了 他想要请男主一起参加国都的假面季 男主果断同意 毕竟那时候就算不戴面具 也不会被怀疑 在这之间 男主还发现了公主的秘密 看似柔的公主 一顿就要吃许多食物 如果没吃够就会变成干湿 而只要吃够后就会变胖 在一个小时内都会是这个模样 公主还以为自己会被嫌弃 可若感十足的大腿 是男主的最爱 说得公主脸慌无比 在妹妹享受完后 男主终于想起 要去找尤娜二人组 然后他们都被绑架了 原来就在刚刚 二人在路上撞到一个男人 男人一眼认出 罗莉是施术师 男人是一家孤儿院的院长 二人一开始还抱着紧闭的态度 可在花言巧语下 二人放下的戒心 他问院长有没有提升魔力的办法 院长拿出一瓶药水 能让使用者短暂提升三个等级 但价格昂贵 二人承担不起 院长提出让二人参加恶魔狩炼 再加上罗莉给他欣赏一下身体 他就会替二人解决剩余的部分 尤娜本想牺牲自己 可院长只需要研究 如何用魔精石 替代心脏罢了 是尤娜自己想歪了 二人同一条件后 便来到野外狩炼 在路上 他们遇到了王国四骑士 其实将他们的猎物干掉了 其他冒险者 邀请二人去其他地方狩炼 二人就这样上当了 趁着他们不注意 对方控制恶魔尸体 抓住了两人 抓住二人的正是院长 院长会透视魔法 看到尤娜的大腿骨 欲罢不能 而且他还献出血肉 跟恶魔达成交易 准备让小龙龄成为替死鬼 与此同时 男主四处打听情报 一路找到孤儿院 加巧在这里遇到了公主 没想到院长还是公主的私人医生 院长只告诉他 由纳他们去狩猎了 得知小小男主 便愉快地跟公主去约会了 就是这世卫也太爱演了 世卫生怕男主图抹不轨 也只跟在他们旁边 直到公主反手一巴掌 不准他侮辱男主 看着二人甜蜜的模样 世卫怒火中烧